好 谢谢 谢谢 今年百大经理人选拔 奉献出11位Super MVP 涵盖半导体 绿能科技及包装产业 其中 台大电执行长郑平花10年重塑事业群 全球电动车系统零组件市占近5% 公司市值成长3倍 多次在电商领域成功创业的何英奇 去年创办9亿APP 致力于软体及服务 让电商能为零售业所用 最终呢 还是管理的本质 这个是重重之重 在今年5月25正式IPO 那我们现在的市值已经超过350亿新台币 转型以及能够创新 能够运用数位 然后走向一个新的 意后的新的时代 其实我们这次在选Super MVP里头 非常考量的几个重点 疫情改变生活 今年以迎战新常态作为零权主题 归纳出五种变革途径 包括产品创新 行销创新 组织创新 服务创新及未来心理人 企业搭上趋势 着重绿能 碳全发展 也为传统产业导入自动化 转型升级 因为这个疫情 有一定的风险度 所以我们很多设备 都把它自动化 尽量减少能力的应用 绿能服务接下来是属于碳管理 我们可以提供他们在解决 这个CBM 或者是碳税 碳染性碳费 这部分的一个困扰 疫情下 台湾经济表现亮眼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光是上市柜公司的获利 每一季都超过一兆新台币 换句话说 全年会有四兆新台币的营收 显示台湾经理人的优势 也为台湾经济 再创高峰 新海亚太电视高建轮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